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咱们先看看外面多少度 零下三十七度,冷吧 我家乡这个地方啊,只要是天一冒白烟 它最少是零下三十五度啊,就最少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子哈 看看我们当地人是怎么买菜 完了当地人这个都吃什么啊 看看这个市场,这个卖菜的市场是啥样的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家乡这个地方啊,离中国冷鸡村 冷鸡村就几十公里 我家乡这块呢,也是中国最冷的地方 这一年冷八个月呀 咱们现在上市场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卖菜的地方 看看这个窗户 冻的全是饼 窗户定了一层塑料布 看看都有卖啥水果的,什么水果都有 这块是菜 这芹菜多少钱呢 这个呢 这个六块 它俩不一样哈 对,一个普通鸡,一个小鸡 哦,那就来这个 来这个 这个菜多少钱呢 那个是六块 哦 再来一个这个 这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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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乡这个地方卖菜的 屋里都放了一打的报纸 完了 只要是到冬天谁买菜呢 都拿这个报纸呢 给它包上 但是很多朋友肯定就好奇 为啥用报纸包上呢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它太冷了 用报纸包上以后吧 外面还得包个棉被 没有棉被的呢 就裹在衣服里面 然后把菜给拿到家 要是不包报纸的话呢 这个菜直接给冻碎了 那个 为大家演示一下子啊 第一步呢 是拿报纸包上 第二步呢 就放在衣服里面给裹上 是怎么裹的呢 为大家那个实拍一下子啊 完了 我们当地人都是这么买菜的 咱们先看一下 大家刚才看见了吧 把这个菜呢 第一步用报纸包上 第二步呢 就是把它放在怀里 我让大家看看 我们当地人是怎么买菜的 大家看见我刚才是怎么放里的了吧 还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你家比较远 离那个菜市场啊 比如说有个五七八百米的 这五七八百米的 你就得跑了回去了 要不你就不敢踏了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子啊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要是不跑 它能怎么 它能怎么的呢 咱们做个实验啊 就算它不跑的 是不是啊 就这么拿了走 它能怎么办 就是不拿背包上 完了之后呢 那个也不跑的 就跟正常你买菜一样 在南方 咱们就这么走了 它能变成啥样啊 这一会儿菜呢 这个菜可能也包废了一会儿 直接可能 有可能就冻碎了 有可能也冻不碎啊 嗯 这个菜呢 我明天拿起来以后啊 我就给流浪狗吃了 因为我家乡 前面那块吧 有好几只流浪狗 我每天都喂它 我要到时候给它 它这个菜一冻就不能吃了吗 然后给它 给它兑碎它 跟肉给它放在一起 就给那些流浪狗吃了 你看啊 比如说 我是要冲前面 我的车那个地方呢 就是菜市场 完了我也不用背包 我啥也不用 我就把它到手拿走了 我就回家 我家在哪呢 我家就在前面 我就这么的 跟南方一样 然后呢 就回家 这块这个所有的菜当中啊 最糠冻的菜呢 一共有两种 一个是大萝卜 因为大萝卜它比较大哈 它一时半会儿 它冻不透 但是半个小时 反正也能给冻透 半个小时之内 必须得到家 要不萝卜也冻透了 第二个呢 就是大白菜 这个大白菜吧 它也扛冻 但是大白菜 一旦要是冻碎的时候呢 它好在哪呢 到家以后 蘸大酱吃 用水焯一下子 就是冻白菜 它好吃 但是别的菜呀 像什么韭菜 完了还有那个 什么什么别的东西啥的哈 这一着急 说不上来了 基本上全部给冻碎了 大家看我家乡这个地方 卖菜贵吗 这两个菜呢 就是一把芹菜 它是卖六块钱一斤 我要再加这个 它俩加起来呢 一共花了七块钱 不知道你们家乡那块 那是多少钱哈 大家知道现在这芹菜 变成啥样了吗 估计可能已经冻碎了哈 咱们先看看 看在地下啊 看这变成啥样了 看到吗 全部都冻碎了哈 它冻碎是啥表现呢 看看啊 高手一掰就折 看这啊 一掰就折了 哎呦 看着啊 靠我靠高手这么一捏 咱们看什么变化 这全冻碎了 大家看见了吗 有想来我家乡来体验的吗 对了 还有还有这个菜 这个菜 大家看了 看到啊 这个菜就基本不用说了 这一捏 已经就头都没了 全部都碎了 哎 看看这地下吧 这一会我们当地人 回来一瞅 这啥 这谁家菜 这又是那个 你们用背包 这一瞅就是 我们当地人 看见这个菜 不冻碎了吗 肯定说 肯定是南方人怪了 他不懂 到这个地方全部冻碎了 现在回家 我到家了 外面太冷了 我今天呢 把大家在后台下的单子的货呢 全部给游走 这个木耳呢 就是存野生木耳 这个存野生木耳吧 它长的是大小不一 歪瓜裂枣 啥样都有 大家看看 有这种扁片 完了 还有这种无规则型的 因为它大自然长的嘛 它啥样都有 大家看 还有这个形状的 在这一家呢 有很多朋友 他问我 他说大海 你家这个木耳有碎的吗 我跟大家说一声 一点碎的没有啊 因为我家这个 所有的木耳啊 那个从山上 拉回来以后呢 从林场拉回来 那我妈在家 都过两遍塞了 这个就是 第一遍过塞了 我让大家看看啊 大家可以收到货以后呢 完了回去 完了回去 可以看看啊 一点碎的没有 看见了吗 这是塞子 大家看看 放入塞子以后 晃晃 看这底下 啥也没有 看看啥也没有 因为我妈在家过塞子吧 她一过呢 那个 那个距离上午 所以说 这个木耳 大家收到了以后 是非常干净的 那些碎的木耳呢 就我们自己家 都包饺子吃了 把好的给大家 那个全部给揉走了 完了 有很多朋友问我哈 他说这一袋的 重量是多少呢 这一袋的重量是一斤 大家看看啊 这一斤嘛 都是净含量 因为我这个包东西吧 不像他们似的 什么连包装都放在一起 我这全是净含量 你看到吧 这一袋 一斤不500克吗 每一斤的重量呢 是510克 完了很多朋友说 那你不有带子放里吗 是不是啊 咱们把这个木耳拿下去以后 再拿一个方便袋 看看这个方便袋的重量是多少 看见了吗 方便袋的重量是0.005 0.005 看见了吧 0.005 完了木耳的重量呢 是510克哈 所以说这都是净含量 重量你只多不少 完了一点碎的没有 呃 大家就是有想要我家乡的木耳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可以了 下完单以后啊 我用最快的速度 那个给大家给优走 要是当天下完单 第二天没发货呢 就是说明大家那个地方吧 是疫区 完了之后呢 我明天再换一个别的会计 到处给到处给优走啊 虽然说现在全中国都解封了 但是有些地方吧 他这个单子 会计单子还是给打不出来 完了大家再等个那一两天 这一份呢 是个大货 他要的是全肉肠 还有野生黄花菜 还有蘑菇 完了底下呢 全是还有木耳 还有呼伦贝尔的纯牛奶粉 我现在给它包出来 这个是优往南方 这一份呢 也是个大货 这是优往威海的 他要了十斤蜂蜜 我家乡这个蜂蜜呢 都是三斤子花的蜂蜜 它都是结晶蜜 跟灰油一样 天热的时候呢 它就一层层往下化 天凉的时候就结晶 这个呢 是野生黄芝片 它是补气补血的 泡水喝的 好了 这个大袋的呢 是花树绒 花树绒是酱血脂血糖血压的 也是泡水的 它是花树上长的一种菌 这也是个大货 我把这个给它包出来 这一份呢 也是个大货 这老大个箱子了 看看哈 这个是优往广西的 这个朋友说过年了 完了给他老妈和他你老爹 完了买起我家乡的特色 这个是黄花菜 这个是干豆角酥 还有葫芬贝尔的牛肉干 这个呢 是八斤酸菜 还有野生蓝莓果干 还有松子盐 还有葫芬贝尔的牛奶粉 还有婆婆丁干 这是婆婆丁干 婆婆丁就蒲公英的干 这份大货我给它包出来 我现在去会计送货 大家知道外面多少度吗 看看多少度 零下38度 这个车现在动的 这个减存器压个坑包都不回位 就赶上拿铁汗死一样 刚刚刚刚刚就过去了 所有的货呢 已经拿会计来了 一会给大家出单号了 现在开始打单子了 我到家了 宋姐没在家 宋姐已经 走了快有半个月了 自己在家 今天晚上吃几个大果子得了 这是我岳母做的豆腐 我就吃个大果子就行了 这是今天晚上的晚饭 吃完饭也继续干活 我明天晚上没吃完 我 wohl 好 我闹开 好